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怎样要求移民局加快处理申请 让大家知道呢,现在移民局每年呢会收到很多的这个申请 有的是绿卡,有的是签证,有的是转换身份 有的是临时的工作许可,旅行的许可 相应的呢,很多人讲到或者遇到 就是说呢,现在移民局处理申请,拖的时间比以前要长 当然一方面呢,你需要尽早的筹划提交申请 有的时候呢,到了预期的时间,申请没有批准,比较着急 那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我们在这里讲一下 首先呢,我们这里讲到的是Experty 移民局来加快处理,这个呢和Premium Processing是不一样的 移民局明确的提到,比如说对于有的类别的 I140,I129,工作签证的申请,EB1A,EB1B类别的申请 可以用Premium Processing的 如果你要加速呢,你需要交费 是吧,目前是1410美元不能够不交费的情况下 要移民局加快这个处理速度 另外呢,这个和网上提交这个Service Request 也有一些区别,比如说有的人的485申请判定一段时间 提交了Service Request的申请 那么或者联系议员 这个呢,都可以作为催促485批准的方法 但是呢,总体来说 485的批准呢,是更重大的一件事情 一般呢,不能够通过Experty的要求 来得到尽快的处理 那么这个Experty的主要适用于哪些呢 适用于比如I765,I131这样的类别的申请 比如说,有的留学生毕业了申请OPT 那么但是如果一段时间没有批下来 可以考虑用这个选项 或者呢,如果有急事要离开美国到中国探亲 但是呢,这个131申请没有批准 或者呢,如果提交了485 同时交了EAD 那不管是第一次交,还是延期的时候 如果EAD没有及时批下来 就不能开始为雇主工作 工作的中间可能会有gap 虽然这gap现在可能问题不是那么严重 因为485Base的EAD呢,可以自动延期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呢,很多时候 765,I131的申请 还是有可能会遇到申请 拖的比预期的时间长 还没有批准的情况 那么怎么来处理呢 一般的步骤是 首先呢,可以给移民局来打电话 号码呢,是1800-375-5283 你在电话上呢,需要说明个人的情况 我的姓名,我申请的种类 申请号码是什么 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我要求移民局来加快处理我的申请 这里呢,需要讲到这个理由 如果只说个人很着急 这个一般不是移民局接受的理由 那么移民局接受什么样的理由呢 比如说人道方面的理由 如果有家人在中国生病了 需要尽快回去探望 或者呢,有这个重大财产损失 如果我不能开始工作 就有的生活会造成极大的困难 或者呢,如果是移民局的错误 造成这个申请 没有及时批准 我收到了一个批准书 可是错的 要更换过来 那么这些呢,都是一般移民局接受的 当然除了打电话呢 申请人也可以给移民局寄信 或者是到本地的移民局办公室 或者发传真 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呢 打电话也有一个互动过程 相对来说呢,会好一些 在电话上呢 当时就可以得到一个对应的号码 因为你本来目的就是要尽快处理嘛 如果发信去 可能时辰大海 好像是没有消息 留下自己的信息的同时呢 还可以留自己的email 一般来说呢 在几天以后 就会收到来自移民局 对应的处理部门 发给你的电子邮件 然后收到以后呢 那么回复的时候 可以附上对应的证据 比如说如果是因为家人生病 那你要附上来自医院的证据 要翻译成英文 如果是因为个人的财务的原因 需要附上日常的支出 当然除了email提交证据 你也可以写信 但是用email联系呢 会快一些 接下来呢 在提交了email和复件的证据以后呢 过些天会收到移民局的信 或者呢 就直接批准了你的765131等等申请 或者呢 移民局会说 收到了你的要求 但是因为什么原因 不能批准 或者让你继续等待 那么这是一般的流程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两个 我们自己客户的成功的例子 有一个呢 是i765的申请 这个申请人呢 他提交了485 转身份 但是过了逾期的时间 三四个月以后呢 一直还没有批 比较着急 讲到因为有幼小的孩子 需要照顾 还需要付房租 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然后跟移民局联系以后呢 765呢 就比较快地得到了批准 另外呢 有一位申请人 在中国有急事 家人生病了 他需要Vox Pro 131的批准 他也联系了移民局 然后提供了相应的医疗证明 接下来呢 131也得到了批准 那我们这个讲座呢 讲到的题目是 怎样要求移民局 加快处理你的申请 讲的是这个 Explanet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